嗨,大家好,我是布魯斯 我最近深深觉得对于这两三年 刚开始进入股市的投资新手来说 真的是很好的开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三年ETF真的大放异彩 以往我们都以为ETF很单纯 要追踪大盘指数就买0050-006208 这种大盘指数ETF 想要高股息就买0056-00878 这种高股息ETF 但是这种单纯的第一代选股逻辑 其实早晚会更进步 所以前年00919出来之后 第二代的选股逻辑 推升出了更高的殖利率 有看我频道的朋友都知道 我本身是比较保守一点的人 所以我的选择是00878 但是面对着新的选股逻辑 搭配着漂亮的成绩单 数字是不会说谎的 要不是还不符合我的投资策略 老实说连我也会考虑建立部位 结果没想到还有更狠 去年又推出了00929 这种月月配的ETF 我虽然说过 一年领一次13万股息 和每月领1万元股息 我会选择前者 但还是有朋友喜欢后者 因为可以月月配 就是他愿意长期持有的理由 那投资没有对错 只要你能持续获利 晚上又能睡得安稳 就是适合你的投资方式 但是都提到这 我还是要提醒一下 我推荐的ETF 只有大盘指数ETF 和高股息ETF 其他什么XX债 XX震恶 原有反一那种 我是不推荐的哦 也同时呼吁投资新手不要碰 因为你只要想 我们是要长期投资的 那这些衍生性商品 有办法长期投资吗 当然是不行的 是吧 好 那我们继续回到主题 之前我也说过 00929月月配虽然不错 但是选股名单 就是锁定在电子科技类股 那如果喜欢分散类股投资的朋友 又很喜欢月月配的感觉 那真的只能靠自主ETF大军 来达成分散类股 又能月月领席 但买起来就要买三档 会相对麻烦一点 那我当时就想说 会不会有投信 真的出一档月月配 又同时拥有分散类股的ETF 结果还真的就出现了00940 所以今天就想和各位频道朋友 来分享一下 元大证券预备推出的这档 元大台湾价值高息ETF 00940 什么是00940 00940是由元大证券 预备发行的ETF 全名叫元大台湾价值高息ETF 那提到元大证券 大家应该不陌生 因为股民们常听到的大盘指数ETF 第一个就想到的0050 和一提到高股息ETF 第一个就想到的0056 就是由他们家发行的 所以算是一个ETF的指标 我本身也是觉得 是由元大带起ETF的知名度之后 慢慢的才开始有文章会去比较说 你买个股 杀进杀出一整年 花了这么多时间盯盘 整体的殖利率 其实也不一定比大盘指数高 还不如稳稳的买进大盘ETF 像是0050这种 慢慢累积张数 长期下来的年化报酬率就有7% 那也许有的朋友会说 0050现在太高了 不如存006208 0056也已经是第一代的高股息ETF了 那我们来看看元大官网的资料 可以看到0050是从2003年开始的 那个时候才40元 一路慢慢到现在的136 那为什么那个时候不买呢? 因为我们都还小 还在念书 又不具什么投资观念 而且也都还没有投资资金 甚至对ETF是什么都不清楚 那再来0056是2007年发行的 如果从当时持有到现在 累计配息是来到了22.25元 那为何不买进呢? 因为我们根本还没有投资观念啊 说穿了也是还不具备投资能力 加上身边朋友也都只推个股 自己当然是不会买进高股息 但是不管是时机问题也好 当时的投资资讯不透明也罢 过去就是过去了 但是这次00940发行价10元 又处在这个投资资讯透明的时代 出自ETF的标杆元大证券 如果你已经错过了曾经的0050、0056 尤其是高股息ETF 那这次不妨注意看看00940 那接着我们来看看它的选股逻辑 第二00940的选股逻辑 我们先简单来看一下官网提供的资料 它是从上市上规公司市值前300大为选股名单 再透过成交金额和流通量判定选出200档 再经过EPS、ROE和毛利率高的 以及本益比负债比低的 再把KY股和不配息的公司拿掉之后 选出100档 最后再透过所谓的巴菲特投资指标 选出50档 然后它会在每年的5月和11月进行成分股调整 这点其实我很喜欢 5月的时候各公司资利率已经公布 优先挑选高股息的个股 同时把已配息和不配息的公司拿掉 这样子到了7、8月除息忘记就能准确拿到今年高殖利率公司的配息 到了11月的时候会依照近世纪的EPS 和近三年股力发放率提早布局 如此一来到了明年5月的时候也能享受到一波股价上涨 是不是有聪明的朋友好像想起什么 觉得好像在哪里看过类似的逻辑 没错哦就是00919 00919的选股逻辑也是会在年底先找出前三季EPS成长率高的 以及隔年5月筛选已经宣告配息的公司 找出高殖利率的公司来挑选 透过我的简易逻辑表可以看到 这个应该就是现在第二代高股息ETF的运算逻辑了 所以在去年00919缴出漂亮的成绩单之下 我想逻辑差不多的00940应该也不会太差 但是我是比较不喜欢预测的 所以我们可以持续观察看看今年的表现 那00940和00919的殖利率关系 应该就会很像当初的0056和00878 那我想如果只是这样的话 毕竟00919已经先发行了 应该已经选择00919的朋友 也不会特别想买进00940了是吧 所以00940还多了一个诱因 也就是我们要说的下一个要点 第三00940的配息优势 我之前说过如果年配一次13万和月配1万 我是会选择前者的 但是如果年配跟月配一年下来都有13万呢 这样子是不是选择月配的可能性 就变高了 没错月配可以让资金的灵活度更高 而这次00940也是同样具有月配特性 也能当作是一些投资新手的买进理由 那提到月月配 大家自然就会想起00929 如果说00940和00919一样殖利率 但是赢在月配席 那一样是月配席的00929 有没有胜出的机会呢 我先说我的想法 我会认为是00940几率高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00929它是锁定在电子科技类股 因为电子科技类股优于大盘表现 但是透过00940的持股可以看到 其实高股息成分中电子科技类股 大约占了75.9% 也就是说 其实非电子科技类股的 还是有一些高股息的公司 如果我们只选择单一类股 其实在风险上并没有这么分散 而当初我相信有一部分买进00929的朋友 其实是冲着月月配买的 虽然是集中在电子科技类股 但是我就是想要月月配 除了自主ETF大军之外 选择也不多了 那现在看看00940它的选股名单 是分散在各类股的 要说分散投资 我想是会比00929来得安全 当然也是有本身就对电子科技类股 很有信心的朋友 觉得台股就是以电子科技类为核心 单买电子类股是正确的 那也没关系 毕竟每个人的投资策略本来就不一样 那在配息的小细节上也还没结束哦 00940在官网上也有提到 一般ETF是在月中领袭 但是它是月初领袭 所以如果你同时持有其他月配ETF 是可以打造双周领袭 呃...其实讲到这边我在想 会不会投信玩到最后 变成有周周领袭的ETF 但这样老实说 会不会是好事也很难讲 我还是觉得目前先到月配就好 这样你要再投入股息产生负利 也不用那么频繁 OK 那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本身觉得00940 有点是00919和00929的综合体 因为它搭配了第二代高股息ETF的选股逻辑 又同时具备了月配息的优势 如果真的是想要懒人投资高股息ETF的话 00940的内容还真的让我无法挑剔 那最后就是重点了 第四...00940如何购买? 00940的发行价是10元 对很多投资新手来说是相对亲民的 如果有像我一样不喜欢零股的朋友 00940滴入手门槛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而依照现行的高股息ETF来说 平均水位大都落在20元上下 所以也会让人有点想象空间 那购买方式的话 目前我了解到的是 3月11号到3月15号正式募集 预计4月1号上市 首次除息会落在7月 8月可以开始第一次领袭 那如果本身是使用元大证券的朋友 是可以直接从投资先生进行申购 那使用其他券商的朋友 可能就要主动询问一下营业员 看看申购流程是怎样 那最后也是有朋友问我 会怎么操作 那我的投资策略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样的 这次申购我还不会买进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去年介绍00919的时候 我就有说过00919的逻辑很好 如果满一年都稳定配息的话 就会进入我的选股名单 那对于00940也是一样的 我还是会等一年 观察完整一年的配息状态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说 一年后股价可能就涨上去了 这样不是就买贵了吗 的确是会有这个可能性 而且还很高 但是我说过 其实投资就是要在开始之前 把你的投资策略拟定好 而且一旦开始就要严格遵守 自己定的策略 有纪律的来执行 这样才不容易被情绪左右 做出错误的决定 而观察一年就是我的纪律 就算涨了也没关系 至少我买起来会相对安心 所以也希望各位频道朋友 在兴奋之余 还是要思考一下 你买进的目的和持有理由 想清楚了 也符合你的投资策略了 就可以安心进场了 好了以上是我今天的内容 非常谢谢大家的观看 中天财经频道与前同行 联整会超音升级抗通膨 美国的他们的通膨已经开始下降 所以有很多人都讲说 这个通膨的问题解决了呀 已经结束了 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 至少减缓了 对所以股市应该不会更坏 可是我的问题是 通膨的回积大概上 大致上已经大概解除了 三分之一或者是五分之一了 可是呢 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经济经济衰退的问题 现在才刚刚开始 而且是全球性 施工抵迦啦 分析师林永年 布藏思 投资心法手把手 交力把小钱变大钱 请锁定每周晚间八点 中天采定频道 张耀廷和您一千通行 我是李小玲 全球正经珠宝 每周六日 最新总体经济趋势 报给你知道 这个池泽水呢 变浅 对它扬起那么多大鱼 因此股票啦 房价啦 都会往下跌 无论是信用风险啦 还是资产的安全性啦 还是市场的波动度啦 都在文化 掌握金融脉动 世界局势变化 我是马凯 我在全球正经周报